现在进入第三个讲题 大家晚上好 我是洪伟祥律师 这里是翱翔天际 谈古今论道理 第25次直播 今天是4月20号2020年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直播的第三个讲题 讲的就是我国政治时事的分析平台 在进入这个讲题之前 刚才我不小心看到一个独有问 叫我谈那两个蒙古女郎的事情 两个蒙古女郎被警察截停 然后被骗去酒店被强奸了 然后那个警察也被逮捕了 现在姚川那两个女的也被逮捕 两个蒙古女郎 就有证据显示这两个蒙古女郎是有犯法的 就是他们进来马来西亚是 应该是没有签证 或者是逾期逗留 所以我一开始也分析 大家有 那时我记得有一个读者问我 要怎样预防 要怎样去教导 不要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我就说要增加自己的知识 知道自己的权利 知道警察的权利 警察可以叫你做什么 不可以叫你做什么 如果警察违反他们的权利 我们就要纠正他 不要让警察过度的执法 当然是要有礼貌的纠正 因为警察的权利也很大 我们也不要激怒他 所以就是这样 但是大家要知道 所以当你不相信警察的时候 你对警察没有性情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你逮捕蒙古女郎 是因为你要掩盖这个Case 你要保护那个同僚 但我不太认为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是建基于我到现在还是 建基于现在流出来的案情 我们所知道的税的警官 然后那个区域的总警长 我电视还看到他很生气的说 这个警察很丢我们警戒的脸 我们一定会对付他 而且把我们的努力付诸一旦 我们这个区域的警察的努力都付诸一旦 所以那个警官 那个区最大的警官 我忘记什么名了 受受的 非常异正言识的 很生气 当然如果你不相信警察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就算他这样异正言识 很生气的说 你也会说他是假装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 看你是信任警察还是不信任警察 至少我现在流出来的案情 我是信任警察 而且当时马上就逮捕了 那个涉案的警察 那个警官也这样子讲了 深色俱立的说 而且还讲的很入心 就是我们现在抗议 我们警察都很辛苦 付出了很多努力 可是这个狼警 就把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让我们警察给人笑 所以他讲的也是很入心的话 而且他做的procedure也是对的 他先逮捕他 然后保护这两个女的送去医院 两个蒙古女团 送去医院检查 然后后来过了两天才有 说他们也 这两个女生也被逮捕 当然这两个女生如果犯法 他们是应该被逮捕的 如果与其逗留 我们一事当一事讲 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 我们就合理化他的犯法行为 当然这两个女的很可怜 不管他进来马来西亚是做什么工 他们都是可怜的 所以我也不批评受害者 但是我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要说的 当然女人而且是飘洋过海来马来西亚找时的女人 我们会给予他同情 想给他帮忙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关注这个案情 确保警察不会滥权 而且这个案子已经是通天了 通天了要盖是盖不下的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不太认为政府会为了一个小警官去包庇 这个只是一个小卡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卡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过滤了 好现在进入我先准备好的讲题 就是我一早就说中了 对华特使不久就要换了 结果真的换人换了谁 这个人选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就是本来要做副部长 团结部的副部长 一个积乐部门 团结部以前是没有的 新设立的 一个积乐部门的副部长 然后张庆幸说 以他的资历做了几十名国会议员 他不要去做 然后他很生气 宣誓他也不去 其实宣誓也不去是一个很明显的抗议行为啊 因为你也不尊重了元首 在马来西亚不尊重元首是很大的罪行 可是他不去就不去 所以慕尤丁为了安抚他 就跟安抚哈迪一样 可是安抚哈迪背后是有插刀的 这个我之前说了 他为了安抚张庆幸 把对华特使的职位给了张庆幸 对华特使对中东特使对印度特使 这些都是跟部长同级的 所以不是一个好事 我从来都不认为这个职位是应该出现的 这是多余的职位 我们已经有大使了 不再需要特使 大使跟特使的工作是重叠的 一份工你交给两个人去做 本来一个人可以做好 这就是政治分足肉 我希望不要有行动党的支持者去说 政治委任政治委任 陈国伟的时候麻烦你也批评 不要双手标准 我们要批评的是对事而不是对人 这是我一直说的 所以陈国伟被革职是很早就 有expect的东西 但是他的人选有一点出乎意料 就是张庆幸而不是给回马华 我以为会给辽宗来 所以但是大家还记得我当时的分析 我说给辽宗来 见基于什么 见基于马华敢不敢硬起来 因为如果马华硬起来 还有两个国会议员 虽然人数少 可是这两个国会议员是至关重要的 慕尤丁现在只有114席 少了两席 他就只有112席 刚刚好过半 所以这两席是非常强 所以如果马华硬起来 其实是可以增加他的筹码 保住这个席位 然后我也给了很多意见 之前的直播 大家有看都会知道 叫马华硬起来 可是很显然 马华在拿到一个部长 三个副部长职位之后 心满意足了 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 我相信他没有去争 也不敢去争 因为马华 我认识很多马华的朋友 我是对事不对人的 像领放前辈去世了的领放前辈 他也是马华的支持者 所以我认识很多马华的朋友 我看他们 他们当别人叫这些马华的人去据理力争 讲现在这些副部长做错事 你要去批评 要什么 他们就会有很安春的心态 说我们席位这么少 怎样去抗衡人家 怎么去批评人家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席位跟影响力是不成正比的 你要看你整个大时局跟你的未来 我一直强调马华国大党结合起来的威力是非常大 因为他巫统伊斯兰党是不可能自己去争取非无益的选调 所以他们不可能会愚蠢到把国大党跟马华给踢掉的 因为如果他把国大党跟马华踢掉就等于还没有上场 就先输40%的钱了 明白吗 就像你去赢顶赌博 你赌100块 可是你赢60 你输是输100 你先输40的 这样子去赌博的人是不是非常的愚蠢 因为40%的选票你肯定丢掉了 丢给西蒙了 所以巫统不会那么笨 所以巫统是怎样都不敢真正踢掉马华跟国大党 可是他们敢欺负 为什么敢欺负 因为他看死你不敢离开我 所以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马华越安春 巫统 国盟就越欺负你 所以在变天之后我就一直强调马华不要以为自己一息就势单力薄 马华应该硬起来 敢敢跟他呛声在巫统坠落的时候促成他的转变 当然这个契机已经过去了 巫统现在已经复苏了 也已经做胜负了 但这条路对马华而言还是对的 还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很可惜马华不敢去做 他们唯一一次听着我的话去做 就是把纳兹里从国政总秘书的职位踢下去 他们那时就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我这个东西是很早就说了 所以不是他们做了之后我才说 是他们做之前我就说了 后来他做的是什么 他跟马华跟国大党合起来说 你不格除纳兹里的席位 如果你让纳兹里来开我们国政会议 我们就不出席国政会议 甚至我们会退出国政以示抗议 结果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纳兹里被格除 换了别人 就是这个情况 可是马华不敢做 所以现在马华又丢失了一个 虽然这个职位不很重要 是猪肉职位 分猪肉职位 但尽一步显示马华的地位 是多么的低落了 所以这些是马华旧有秩序 真的是 改死的 然后第二个又被我说中的情况 之前很多独有 尤其是King Traveler King Traveler 很多女生很疑惑你几岁 你是什么人 最近你又放出你到各地旅行的照片 我一直以为你是五六十岁的老人 然后你之前一直问我 还有几个独有的问我说 国会开会了 马哈迪坐哪里 我都回复 当然是坐对面 这个是想都不用想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在说 马哈迪会跟土团坐在一起 坐在执政党那边 我一直都回复 一定是坐对面的 现在也证实了 马哈迪自己说 他一定是 他是坐在反对党的C位 然后我那时说了 唯一的悬念是什么 就是马哈迪会坐第一位 还是第二位 第一个位置还是第二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的意思就是 他是反对党领袖 如果反对党执政了 他就是首相 第二个位置当然就是 反对党的第二号人物了 通常以前是安华 那时马哈迪还没有做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马哈迪是509之后才做反对党才做国会议员 然后他就做首相了 所以马哈迪第一次在国会做反对党的位置 就是这次5月18号的国会 以前是安华在的时候就安华第一位 林吉祥第二位 然后再早一点之前是林吉祥第一位的 90年代的时候 所以马哈迪一定是做对面的 我不知道想马哈迪会做政府那边的人是怎么想的 可能他们就像我之前说的钻牛角尖 还在认为马哈迪是在演戏 马哈迪不可能是演戏的 拜托 所以现在悬念就是反对党领袖由谁出任 安华当然很想这个职位 马哈迪 所以你看马哈迪跟安华 你就可以知道谁的手腕比较高 马哈迪今天他接受采访 他说他会做对面做反对党的位置的时候 你看他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但是他不会争反对党领袖的职位 你看啊 如果按道理来说 马哈迪是前首相 现在他做在野党的 他一定是无可争议的反对党领袖 对不对 一定是 可是马哈迪他讲话很厉害 他不说没把握的话 在政变的时候我就说了 马哈迪做事没把握的话 他是不会说的 所以他也不会在明朗之前先跳出来 要支持西蒙还是支持国盟 但是他是倾向于西蒙的 我之前一直都说 结果也被我分析中 所以现在情况也是这样 马哈迪先说 他不争 所以如果到时安华真的要做 马哈迪肯定是不能做的 因为马哈迪现在只有六个土团的国会议员支持他 西蒙九十个九十二个都是支持安华 所以如果西蒙坚持让安华做 马哈迪就肯定不能做 他就要做第二个位置 这是板上的 所以马哈迪厉害就在这里 他先以退为进说 我不会去争 你们谁要去做你去做 我不介意 这个就是马哈迪高招的地方 所以现在求在安华手上 安华自己要不要去做 如果安华去争作这个反对党 反对党领袖的职位 反对党领袖这个职位是有薪水的 有官车 有秘书 政治秘书 他的地位跟部长是一样的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如果安华真做这个职位的话 安华是很愚蠢的 绝对不要争 如果安华聪明的话 学马哈迪一样 说场面话 这个职位当然是优先给马哈迪 因为他是我们的前首相 也带领我们改朝换代 我们要尊敬他 如果他不想做 我们也会尊重他的意见 那我们国西蒙在开会 来讨论谁来接任 也不要说自己 一定自己做 如果安华跳出来说 我当人不让 那安华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 最好的当被记者问到 这个问题一定会很多人 包括外国记者去问安华的 最好的回答方法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我真心希望安华会这样子回答 不管他心里是多想做这个职位 他都应该当面这样子说 这个是一个手腕 这个是一个政治智慧 不要那么愚蠢 真的安华真的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 然后我们说完了第二个关于马哈迪 这个又给我说中了 我说马哈迪是做对面百分之一百的事情 King Traveler大哥还认为他是做政府那边的 所以马哈迪从政以来第一次做反对党的位置 这也是历史性的一刻 马哈迪以前反Abdullah反Najid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国会议员了 然后他都不是国会议员 他一是国会议员 他都是执政党的一边 这是他第一次做在反对党那边 所以也是历史性的一刻 马哈迪今天也亲口说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讲题 谈卫生部的卫生部长废财 他说的五百个国家的笑话 很多人笑他 其实我昨天前天晚上写了一篇专人文章 是给给哪里的 我都忘了 因为我现在写很多文章 给我看一下啊给新生火爆 其实昨晚前晚我就已经写好了 然后今天我发给了新生火爆 可是新生火爆的问题就是这样 他交稿子是一星期一两点之前要交稿 可是他登出来的时间是星期六 所以拖蛮长的时间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要讲的东西是跟大家 大家其实去嘲笑他这个五百国 就只是为了笑他而已 把他当笑柄而已 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我在那篇文章 我有跟大家分析 其实现在阿汉爸爸他的心 因为我也看很多心理学的书 他的心理他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大家想一下 有钱人会不会到处跟人家说 我很有钱 你看我这个是二十万买的 我的车是两百万买的 我这间屋子价值两百万 不会嘛 对不对 只有那些没有钱的人 money game的人 装作有钱 或者是爆发户 怕死人家没有钱 或者是他要让你相信他有钱 然后用这个方法来骗你的钱 来赚你的钱的人 才会四处招摇说 我很有钱 对不对 所以 会这样子说的人 他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 就是对自己有钱 这个情况是没有信心的 我不认为我自己有钱 所以我才 我从我的外表不能给你知道我有钱 对吧 所以我才会到处一直炫耀我有钱 让你真的知道我有钱 就是这种想法 同样的道理 一个没有才的人 一个没有才能的人 才会四处去一直说 其实我很有才能 其实我我是很厉害 我是一个人才 是你们不了解我 如果你真的是人才 你真的是有钱的人 别人自然会看到的 财气是藏不住的 钱财你的身份也是藏不住的 大家记得这一点 所以越急着要去告诉大家 自己有这个自己有那个的人 就是对自己越没有信心的人 就是越知道他没有这样东西的人 所以阿汉爸爸他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很清楚的明白 大家都看他很无能 都很清楚的知道 他没有做事 全部都是 卫生部总监在做的 所以他很无奈 他就一直要到处说 他有做了很多东西 包括他跟阿曼扎希邀功 视讯开会邀功说 跟WHO开会 跟500个国家开会 然后后来他改500个领袖 其实这只是一个口误 我不觉得应该笑他 而是我们应该分析明白他背后的心理行为 他就是在邀功 他就想给大家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他会这样子做 真正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做很多事情 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才能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啊 大家还记得 前几天 卫生部突然上载了一个post 去赞扬阿汉爸爸说他是最好的卫生部长 比P.H.Pakata Harapan时代的卫生部长还好很多 做决定很快 然后这个贴文被很多人骂 被很多人转发 被很多人批评 华人马来印度人都是 说他滥用政府部门的专业来为自己打广告 然后那个贴文也被删除了 同样的情况 就是我刚才所分析 他知道自己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知道自己是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一个废材 所以他才这么急于的表明自己 大家要清楚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事情不要看表面 要看他后面 很多人就是笑他500个国家 500个国家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 这个就是口误嘛 阿汉爸爸不是白痴 小学生都知道全世界没有500个国家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口误 口误是没有什么好笑的 我们要对他的内容 对他的了解他的心理 像我也经常说口误嘛 之前马来西亚的储备金 1000亿美金 我每次都说成1000万 1000万 然后我我看到有人留言 或者是我自己了解了 我就会纠正过来 经常都会口误的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很随性的聊天嘛 我也没有看稿 也没有准备 就是想到就讲 所以会口误是很正常的 口误并不可笑 并不值得大家去笑 所以我们要笑的是他背后 我们要了解的是他背后的心态 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 让自己也学到一点东西 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看魂子又来了 但是我比较白 好 第三个关于卫生部长的我讲完了 所以500个国家的东西 其实真的真的不值得笑了 大家都有口误的时刻 比误的时刻 写错的时刻 非常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视讯 尤其是讲电话 非常容易有口误的 所以有什么好笑的 没有什么好笑的 但是他背后的心理因素 这点就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 然后现在我们今天说最后一个的就是 副部长外出群聚啊 就是卫生部的副部长 我说丢脸丢到家 我写的中国报的文章也 在头版看灯吗 我说他丢脸丢到家 说无所事事的副部长 他去霹雳州找伊党 他是土团党的 我卫生部长 然后他去找伊斯兰党的办的宗教学校 他fix他fix是什么宗教学校 就是教你读伊斯 读可兰经的 只是你只是去读背诵 你会去读出来 但是你对他的意思是不知道的 就是好像师哥班 他fix是一个师哥班的学校 朗诵可兰经的师哥班 他就去群聚去跟他们吃饭 这肯定是犯法 我写的清清楚楚 然后昨天那个霹雳州的行政议员 就是被拜访的那个人已经道歉了 但是他道歉留下一条尾巴说 其实我们没有犯法 这个是官方活动 这个肯定是马后炮了 这不是官方活动 他自己的那个 卫生部副部长的秘书自己都说 他是从另一个官方活动过来 顺路过来的 所以那个不是官方活动 所以他肯定是犯法 而且犯了两条法 不可以随意外出 除非你有官方活动 那个已经不是官方活动了 所以犯了第一条法 第二条法就是不可以群聚 他这样一堆人用餐 所以这是肯定的事情 然后昨天霹雳的道歉了 被拜访的那个人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 明天会看出 大家可以看 我写的那篇文章也很有意思 标题就是道歉有用 还要警察来干嘛 这句话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哪里出来的 尤其是我这个年纪的人 就是道明是说的 道歉有用 还要警察来干嘛 流星花园的道明是说的 我那篇文章就是用这个标题 就是说其实你道歉是没有用的 而且你已经默认了你有放下这个罪行 然后今天有一个议员 哈尼巴好像是 诚信党的 也跟我说一样的东西 我文章是星期六写的 所以我又是超前一步 那句话我不要说了 等下人家又说我一直说 这句话虽然是事实了 所以明天可以看我这篇文章 道歉有用 还要警察来干嘛 今天这个副部长也自己道歉了 他这个道歉比昨天霹雳州的 那位行政议员是有诚意的多 他没有解释 他说他对自己的愚蠢感到道歉 感到抱歉 也对大家的批评他接受 所以他会配合调查 也已经去录了口供 所以他已经道歉了 但是霹雳州的警察总长有说 一些帮他们的话 说他们有social distancing 其实social distancing 是没有法律规定的 法律没有把social distancing 写在里面去 这个总警长明显是为了互处而乱乱讲话 我之前有把法规分析给大家 他是没有说你一定要保持一公尺的距离 因为这个是很难去enforce 难道你随时带着一只尺去量吗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犯的错误群聚 他犯的错误没有理由出门 这两个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这个总警长虽然要护主 可是他的言论也是非常的不可取的 我认为我这篇文章写的蛮好的 也引用了道明氏的名言 而且很切提 道歉有用还要警察来干嘛 所以你们两位道歉其实是默认了自己的罪行 更好直接上法庭去道歉 直接上法庭去罚款 接受你的惩罚 这是应该的 就是这样的原因 今天哈尼爸也这样子说 其实他是慢了我的 因为我的文章拜六就写了 好 我们讲题讲完了 就说到这里 今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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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